好,来,接下来的话呢,再跟大家说一个 在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Python里边 有一些重要的,叫什么呢 这个是类方法,类方法和这个静态方法 类方法,静态方法 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首先说一下,class这个person 来一个,来一个这个object 好,df下方线,init 来个name吧,再来个age 好,来个self.name,等于这个name 然后self.age,等于这个age 然后再来一个方法叫什么,eat这个方法 eat,我们来打印一下什么呢 print,这个叫,来个self.name,加上什么呢 正在吃东西,是不是 吃啥呢,我们再加一个吧 再来一个参数吧,food 正在吃什么东西呢 来个加一个food,是不是 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话呢,就有这么一个类 这个类里边呢,有一个方法叫eat 那我们现在呢,按照我们之前学的这个代码的话 可以来个p,等于一个person,来个张三 然后呢,他多大呢,来个18岁,是不是 那现在呢,就有这个实力对象了 来,p可以调什么呢,点,eat方法 大家注意啊 注意,注意一个点啊 当我们这个p啊,实力对象在调这个e的方法的时候啊 实力对象在调什么呢 在调这个方法时啊,在调用啊 调用这个方法时 哎,我们不需要怎么样呢 不需要啊 传哪个参数呢 传递这个,不需要给 不需要给这个self啊 其实这个self在这是什么呢 他其实也是一个行餐啊 不需要给这个self,不需要给什么呢 给这个行餐啊 行餐,self,传餐,传餐啊 不需要传餐 他会怎么样呢 会自动啊 会自动的把什么呀 把这个对象p怎么样的 对象,实力对象吧 就是把这个实力啊 对象传递给谁呢 传递给这个self啊 也就是呢 大家注意啊 这个里边的这个self 不需要我们来进行传餐 你不用管他 只要你用p.eat方法 p.e的方法 他就会怎么样呢 他会自动的啊 把这个p啊传给谁 大家注意啊 他传给这个self 明白不 传给这个self啊 他会自动的传 好,那现在呢 如果这个传完之后 下面我们这里边 应该传个什么了 负的是不是 他在吃什么呀 我们写一个吧 写一个这个叫 p.e的吃点啥呢 吃这个红烧牛肉啊 牛肉泡面 好,红烧牛肉泡面 我们来看看啊 来运行一下 我们这个时候呢 打印的话呢 就会告诉你 张三正在吃这个 红烧牛肉泡面 是不是 好,这是一个啊 然后呢 这个完了之后啊 大家注意 这是一种方式啊 直接使用什么呢 这个方法啊 是普通的方法啊 就是直接使用啊 直接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啊 实力啊 对象 调用什么呢 调用这个方法啊 调用这个方法 好,这是一种方式啊 啊,真的是啊 金家敏事 真的是这个红烧牛肉泡面的啊 看我能掐会算哈 来,大家看看啊 这是一个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情况啊 大家想想啊 我们再跟大家画图啊 来,灵魂画手 再次上线啊 也好 不保存啊 好,来,大家看看 其实之前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啊 说这个 说我们这个函数的话呢 它其实存在这个 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框 是不是啊 哎,有这么一个框 这是我们的内存呢 整个是我们这个内存 好,有了这个整个的大的内存之后呢 在这里边呢 大家,我刚才说过 这里边首先呢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叫Person类啊 PERS1Person这个类啊 Person类的话呢 指向了这一块内存空间 然后呢 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然后我们在在创建对象的时候啊 创建这个P对象的时候 这个图呢 画了很多遍了啊 画了很多遍了 大家以后的话呢 你们要知道这个我在写什么了啊 我们再画几下啊 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会画很多次啊 不厌其烦的话 你们也要不厌其烦的听啊 来,大家看看 现在呢 我这个里边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这个P对象 对象里边存在什么呢 Name叫张三啊 然后呢 A就多少呢 A就是18是不是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跟大家说过啊 这个属性的话呢 是每一个对象都会保存的 是不是啊 每一个对象都会保存的 这个叫对象的属性啊 对象属性 实力属性 每一个实力对象的都会保存的属性 那但是呢 这个里边还有一个方法叫什么呀 叫E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到底存在哪了呢 这个E的方法啊 大家想想这个方法 它会 它会在每一个地方都存一遍吗 啊 这个方法呢 都会在 在每一个对象里面都来一个函数吗 你觉得这个都来一个都来一个什么 来一个函数 会这么写吗 啊 你觉得我创建一个对象来一个函数 然后呢 我再如果再来一个什么呀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P什么呀 来一个P1 来个P1 它怎么样的 也会再来一个函数吗 要你来设计这个语言 你也不会是不是 大家注意 它是不会的啊 这个方法其实存在哪了呢 大家知道这个方法没有存在这儿 而是存在这个地方了 存在这个地方了 但是呢 它又有一个特点啊 它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啊 它这个在内部实现的话呢 它做的有一点点小复杂啊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按照我们的说法 这个函数 这个方法应该是存到了 存到这个Person这个类里边了啊 那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啊 好 来DF这个叫EATE的方法 来个这个SELF 然后我们这里边写了这个代码 是不是 它其实呢 是定义到类里边了啊 但是定义到类里边呢 也会有一个问题 大概这个P2哈 那这么写的话 P2我如果再来一个人 叫这个李四 然后呢 他19岁 那他是不是也能掉这个E的方法呀 来 Name叫什么 叫李四啊 然后呢 这个A就是到了呢 A就是19岁啊 那他呢 也没有存这个方法啊 方法他没有存 那没有存是别在这啊 那我问他一个问题啊 大家现在思考一个问题 来个P1.STOT P1.EAT啊 好 大家看我现在这样写 P1啊 再来个P2啊 P2等于什么呢 Person来个什么呢 这个叫李四 然后呢 来个到呢 19岁啊 好 那我问他一个问题啊 P1.EAT 和这个P2.EAT 大家对他俩是一个东西吗 啊 点 PRO 大家对啊 这个函数我没有掉啊 我没有掉 P2.EAT 我没有掉这个函数啊 什么情况 刚才这是做梦当的啊 许P 许P你在干啥啊 睡着了 我在讲课呢啊 讲得很认真的啊 很努力的讲课呢 好 来这两个是一个东西吗 那如果是一个东西的话呢 应该这么小 P1.EAT啊 E字这个P2.EAT 我说这俩是一个看数 他应该是数是不是 那我们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呢 我们来看看 运行一下走啊 走你 大家看是一个吗 False啊 大家注意 False啊 False 看到没有 哎 他不是一个啊 不是一个 那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啊 他这里边呢 有一个有一个操作啊 他会有一个叫绑定的一个 绑的Messor的啊 这个地方 他会有一个绑定 他呢 虽然说应该这么说啊 就是这个呢 很有趣 这个方法呢 他们没有自己保存 但是呢 他们也没有怎么办呢 也没有用同一个 跟这个对象啊 这个方法 跟我们这个每一个实际对象 都进行了一个绑定 他叫boundMessor的 看到没有 绑这个跟谁绑了呢 跟这个对象绑定了 看到没有 不同的对象绑定不同的啊 这个呢 是P1的对象啊 这个E的方法呢 P1.E的方法 这个E的话 绑定到P1上了啊 P2的话呢 你P2.E的 这个方法绑到P2上了 没有 他们是绑定去了 绑进去的 他们呢 虽然没有保存 但他们确实也不是同一个啊 这个大家要知道一下 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东西 好了 那这个完了之后呢 还有一个 大家需要注意的点啊 有一个什么呢 大家看啊 我们如果了解到了这个方法呢 是存在内存里边 是存在这个类对象里边的啊 存在这的 我问一下大家 我能不能这样写啊 来一个personlay.eat 这个方法 我能不能掉 我如果不掉的话 我打印一下 能不能打印呢 你猜 有没有他呢 personlay 能不能看到这个E的方法呢 啊 又没了 别的同学还有没有 CPE 除了CPE之外 啥情况 你好痛苦 我也好痛苦啊 大家都没问题啊 都能是吧 你这搞的有点惊悚啊 我这上课上的好好的 你说我没了 是不是啊 好 来大家看看啊 这个地方person 能不能拿这个eat呢 来我们来打印一下啊 我们把这个 我们刚才打印的 我都给他打印出来了啊 好 来看看啊 这个我再打印一下什么 person.eat啊 来看看这个方法啊 来运行一下走 大家看 这个地方呢 他打印的 大家看啊 你看这个地方 每一个啊 都有这个方法 但他们的地址都不一样 看到没有 其实这个地方啊 大家注意person 也能够访问到这个eat这个 eat这个方法 明白不 也能够访问得到 那能访问到 我可不可以掉呢 好 大家注意啊 也能访问到 我们试着掉一下 我把这个给除掉啊 我试着掉一下它 来个什么呢 person.eat 我掉一下它 我现在给个什么呢 给吃什么呢 吃这个西红柿 西红柿这个鸡蛋 盖 盖 饭 好 来吃个西红柿鸡蛋盖饭 大家觉得啊 现在这个地方 我运行会怎么样 大家觉得会怎么样啊 嗯 我来运行一下 大家知道会怎么样吗 运行会崩啊 会崩掉 会崩掉 为什么会崩掉呢 而且这个地方呢 它很有意思啊 大家看啊 它报的错是什么 他说这个eat messing when required proditional argument food 他说什么呢 他缺一个food 这个算数 这不给food了吗 啊 不是给food了吗 大家注意啊 我跟大家说这个啊 来跟大家讲一讲啊 这种方法啊 像这个eat方法呢 是我们普通的这种 对象方法 可以理解为是对象方法啊 这个eat啊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eat呢 eat是这个 是这个对象方法 它可以怎么办呢 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实例对象点方法名 然后括号 然后参数啊 参数调用啊 参数这个来开始的调用 那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呢 使用这个对象名点方法名 然后这个括号啊 这个叫参数啊 调用的调用的方式啊 你不需要怎么办呢 不需要传递什么呢 传递这个self 它会怎么样呢 会自动啊 会 自动将谁呢 将这个对象名啊 对象名传递给谁呢 传递给这个self 明白不 它可以自动传 但是啊 大家注意 你这种方法 有同学知道了啊 好 醒悟过来了 是不是 那其实呢 这种对象方法啊 对象方法 还可以怎么办呢 还可以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类啊 类对象来调用啊 怎么写呢 就是类名 点 这个叫方法名 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啊 你这个地方 要给谁呢 这个里边 它的 这种方式啊 类名点方法名 这种方式怎么样 大家注意啊 这种方式啊 不会怎么办呢 不会啊 自动怎么样呢 自动传入谁呢 不会自动给这个self传餐 需要怎么办呢 需要手动的指定这个self 明白吧 它的作用啊 大家注意 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就当你eat的时候 你用的类对象来调用的啊 并不是实力对象 大家看 我这里边是不是一个实力对象调啊 实力对象调 它会自动的把这个实力对象啊 传给这个self 但你用的是类对象调 它不会传 大家注意 它不会传 你现在必须要手动的怎么办呢 手动的给这个self 来传递一个参数 比方说我现在写p2 然后豆花啊 西红柿鸡蛋盖饭 那现在的话呢 这个地方啊 大家注意 它会怎么做呢 会让 会把这个p2啊 传给这个self 那现在就是p2 叫李四啊 正在吃西红柿鸡蛋盖饭啊 来运行一下走 看到没有 就这么一个问题啊 这么一个情况 能理解我在说什么吧 就是它调用的方式有两种啊 像这种方法啊 调用的方式有两种 这种方法呢 叫一个普通的对象方法 对象方法呢 可以用实例对象来调 也可以用类对象来调 看到吧 哎 如果你用的是这个实例对象来调 这个self呢 直接指的就是我们这个实例对象 那如果你要用类对象来调的话呢 这个里边呢 就有一个情况 大家需要注意的 你需要手动的给这个self传递参数 没有什么太难的东西 是不是啊 只是之前不知道 但在讲完之后 应该都能理解是吧 后下去写一写啊 下去写一写就好了 好 这是一个最急奔的这个这个方法啊 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还有一些方法是这样的啊 def这个叫什么呢 还有一些方法叫类方法啊 嗯 可了啊 来个什么东西 来个这个叫 嗯 来个啥呢 我们这么写吧 嗯 def来个 我们随便写个吧 叫叫demo吧 好 这个demo方法呢 大家注意 如果你这样写完之后呢 它普通啊 你写完之后 它默认就是一个什么呢 哎 这个默认啊 定义的方法 默认的默认的这个方法都是什么呢 方法都是这个啊 叫对象方法啊 对象方法 好 但是大家注意 如果我现在这样打印一个 来个什么print来个 哎 打印一个这个 哈喽 你看啊 现在呢 它报的 它很有意思啊 大家看这个demo方法 加了一个波浪线 看到没有 这个波浪线是咋回事呢 为什么会有波浪线呢 啊 大家注意啊 这个对象方法啊 嗯 对象方法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参数叫什么 有一个参数self 这个self指的什么呢 self指的是 指的是这个实例啊 对象 那如果啊 你看这个里边 self点name 我现在是不是要操作这个 这个name属性 要用到这个属性 是不是 那你这个时候啊 你看我要用到这个对象的 这个name属性 那你这个方法呢 就要定义成对象方法 那如果啊 如果你这个方法啊 大家看这个方法里边 有没有用到self啊 哎 如果一个方法里边啊 如果这个 如果一个方法里啊 没有怎么样的 没有用到啊 任何的这个什么呀 任何的这个实例属性啊 实例对象啊 没有用到这个 用到这个实例 属性的什么呀 实实例对象啊 实例对象的这个任何 属性啊 实例对象任何属性 你可以怎么办呢 可以将这个方法啊 将这个方法定义为什么呢 定义定义成什么呀 定义成这个static sttc static 这个方法叫什么呢 大家最 直接这样写 add这个static messor的啊 写一下大家最 这里边不需要任何的参数 看到没有 这个方法是啥意思呢 我现在啊 不需要用到什么呢 不需要用到你这个self 就是你看啊 我掉的时候 你随便掉 掉完之后呢 这里边我用不到self 啥啥都用不到 明白不 那这个时候呢 可以是一个静态方法 那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这个方法啊 他不需要用实例对象 他里边的任何属性 你看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eat 需要用到实例对象 他的名字 所以呢 他必须点是一个对象方法 是不是 那近态方法的话 我可以什么都不用 可以什么都不用啊 那这里边就哈喽 没有啊 看到没有 就这么一个情况 好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掉呢 近态方法啊 怎么掉的呢 嗯 静态方法啊 他是这样掉的啊 可以用person点这个demo 好 可以掉 好 我们来看看啊 运行一下走 大家看 他可以掉用hello是不是 那我用这个实例对象能不能掉呢 p1点这个demo能不能写呢 来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大家走 你哎 也是可以的 看到没有 哎 就是这个方法呢 近态方法 他不用到什么呀 没有没有用到 没有这个用到啊 实例对象的这个任何属性啊 任何属性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 这个东西 有没有这种类似的这个用法呢 其实是有的啊 其实是有的 我们说的这个面向对象的方法 我们首先要有类 然后根据根据类来创建一个对象 是不是 其实有很多 有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只需要用这个类 不需要创建对象啊 比方说我们来个class 这个叫什么 叫Utils Utils 就是是一个工具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工具类 这个里边有什么呢 有一个 比方说我这个工具是用来干啥的呢 或者我们来取个取得 取个更加详细的 cal calculator怎么拼呢 calculator 一个计算器 df在这边有add的方法 看到没有 好 add里边呢 大家注意啊 我现在就干什么事呢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纪念方法 class这个叫 static messor的 这里边来一个ab 我return什么呢 return这个a加b 大家看啊 我现在定义了一个什么呀 定义了一个计算器 按照我们以前的写法 你要掉这个方法 你必须要怎么样呢 先来创建一个对象 是不是啊 哎 创建完对象之后呢 再来这个c.这个add 是不是这样写啊 看到没有 你看 按照我们之前的这个了解 就是要使用类 创建一个对象 创建完对象之后呢 给两个数据 一二是不是 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 这玩意儿啊 这个对象呢 c它就是创建了 它啥啥都没有 是不是 我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对象 c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省略掉 不创建 我直接怎么写呢 来一个 哎 就 calculator.add 来多少呢 一二一四 你看到没有 我就直接用类 掉这个方法 就完事了 叫这个近代方法 近代方法呢 是不操作任何的东西的啊 我也不需要你这个实地对象 你创建了 我也不用 明白不 你里边我也没有要用的东西 然后呢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这就是近代方法的一个使用 大家感觉如何 不算太难吧 啊 来我等一下大家的反馈啊 大家感觉这一块怎么样啊 就是近代方法 我什么都不用 那我就是一个近代的 没有不 像这种计算器 这种是非常常见的啊 计算器我创建的 这我啥也不用嘛 是不是 直接就把 你看啊 再来一个方法 我如果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add这个 再来一个什么呀 add这个static messor的 再来一个df 再来什么呀 minus minus 是不是 来个ab 我在这边认为什么呢 认为a减去b 其实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不需要怎么办呢 我 你说我创建对象的意义在哪呢 我就直接 不需要创建对象啊 我的作用呢 就是干什么事呢 把这个方法啊 把这些方法都放到这个类里边 直接通过类名就能够调了啊 不用创建对象 因为我也没用到对象 你看我这个代码里边 完全没有用到对象 是不是 所以呢 你可以把这个近代方法呢 当做一个什么呢 当做一个普通的函数 它只不过呢 是附着在一个类里边 然后能够通过这个类点 这个名字来调用 这个能够使用这种方式来做的啊 好 这是一个啊 好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东西啊 还有一个方法叫什么呢 能不能再做一个例子 有点懵 这个例子还懵吗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清晰了吧 就是计算器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对象 然后再调这个对象的爱的方法 但是其实对象已经没有用了 你看在这个里边 在这个函数的函数的这个方法的内部实现里边 压根没有啊 用到这个任何 没有用到任何这个创建的实际对象的东西 是不是 然后你写个df来个什么 这来个init的是不是 好 来个什么 来个mn是不是 来个self点这个m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m 然后这个self点n等于这个n是不是 那你这个写完之后 你可以创建一个什么 来 我们写个什么呢 来个这个100 然后200 你看啊 你这个创建的是有m有n 但是我这个ab 这里边压根没有用到你的m呢 是不是 我什么都没用到 什么都没有用到 其实这个对象呢 压根就没有创建的必要 我直接通过类名 类名点 这个函数名就直接用了 看到没有 我可以把一大堆的方法啊 你比方说我再来 再有什么呢 def 再有什么方法呢 来一个static method 再来一个def 这个叫什么呢 mul multiply mul tipy py 怎么拼呢 好 就写mul吧 不会拼了 有点尴尬 是不是 来个ab 那我这里边直接认识什么呀 a乘以b 看到没有 我就不需要干啥事呢 我什么都不用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用到 我啥啥都不用 我就直接这么写 那我不需要用到你这个 你连对象都没有必要创建了 明白不 对 相当于对 这个说的很对啊 就是相当于把什么呢 把一大堆函数啊 打包放到这个类里边 然后用的时候呢 就使用这个面向对象的语法来做 看到没有 直接通过类名来做它 明白不 我们跟大家讲过 我们说了 面向对象啊 它的这个关注点在于让谁来做 你看我们让谁呢 让这个calculator这个类来做 看到没有 相当于把一堆啊 函数给它打包 放到了一个类里边 明白吧 然后呢 你直接通过类名来调用它就行了 这是面向对象的一个 一个思想啊 会有这么一个情况啊 我这个类里边呢 这个方法呢 不用到任何实力对象的属性 没问题吧 你看 像我们这个就不行 你看这个person里边 这个呢 就必须得有一个self 因为我要用到什么呀 用到你创建的这个person 它的这个name属性 看到没有 啊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概念啊 self是类对象 self怎么是类对象呢 self怎么会是类对象呢 self不是实力对象吗 好 这个何景同学问的这个问题 待会你这个 然后我待会再会再聊啊 好 大家看啊 这个没有问题吧 其实这块没有太难啊 真没有太难 这个地方 这个add里边 你看这个 这个像近代方法里边 什么都不用啊 也不需要self是不是 不需要self 因为我都没有用到 你这个实力对象 你连对象都不需要创建啊 你可以直接用你这个类名 然后来调我这个方法 就完事了 这是类 这是类对象的一个 静态对象的一个 一个概念啊 近代方法的一个概念啊 静态方法的一个概念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啊 刚才讲了一个叫 对象方法 就是如果呢 你这个e的方法里边 需要用到我们这个实力对象 你可以用一个 这个要对到 对象方法啊 叫self看到没有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最后一个方法 叫什么呀 叫静态方法 叫这个类方法啊 类方法什么样的 用装置器啊 叫class method def这个来个什么 来一个test吧 好 大家看啊 来一个print什么的 来一个来一个这个yes啊 好 那这个类方法是什么呢 大家注意啊 如果啊 这个函数里啊 这个函数 用到了什么呢 用到了这个类啊 类属性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应该这么说啊 这个这个函数 只用到了类属性啊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它 把它这个定义什么呢 定义成为一个什么呢 成为一个类方法啊 一个类方法 那我们可以看看啊 这个地方呢 我跟大家写上 一个class 这个什么东西呢 有个这个type吧 等于这个 h-u-m-n 黑欧们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类属性 还记得吧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方法怎么样掉呢 这个类方法啊 我跟大家说一说啊 到这一块啊 我跟大家讲 到这一块 所有人都会懵啊 因为这几个方法呢 有一点点这个 有一点抽象啊 这个叫类方法啊 类方法可以怎么办呢 可以这个 可以使用什么呢 实例这个实例对象啊 和什么呢 和这个类对象调用 好 什么意思呢 这个类方法叫test 看到没有 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写啊 来个p1.test 可以调 哎 那你来个person.test person.test 也可以调 这两个方式呢 都是可以的啊 你这 这个两个方法掉的话呢 都能够掉到他啊 都能够掉到他 来运行一下走啊 你看 都能够掉到这个yes啊 他的方法呢 可以两种方式掉 好 来看一下啊 那这个里边呢 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cls啊 大家注意 这里边会有一个 这个类方法啊 类方法会有一个 参数叫什么呢 参数这个cls啊 他呢 也不需要啊 也不需要这个手动的传餐了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自动啊 会自动传餐 好 他会怎么传呢 大家记得这个cls指的是谁呢 哎 cls指的是 指的是这个类对象啊 有一点绕啊 这些东西确实是有点绕啊 cls指的是类对象 其实这个 这个cls啊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cls呢 你如果写cls这个 等等于这个 person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结果是数 就是这个cls呢 就是我们这个person 这个类对象名 就这个概念啊 所以呢 你既然可以这样拿的话 我现在可以怎么办呢 你看啊 有了这个cls 就这个类对象 类对象 我是不是拿 能拿这个类属性的啊 这个类属性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human 看到没有 我们可以再拿哈 cls.type.print 我们给他打印一下 看到没有 好 就这么一个情况 来运行一下走 你看啊 现在可以拿到这个human 看到没有 这个cls啊 cls指的是我们这个类对象啊 这里边这个cls就是我们的类对象 它呢 等等一person 它点就是一个东西 没来过 应该这么说 cls is person 它点是一个东西 一是person啊 它点是一回事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那这个里边呢 跟大家介绍了三种 三种方法 一个是普通的这个方法 就是对象方法 还有一个叫近代方法 还有一个叫类方法啊 这三个方法 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先说一下 大家不要着急 它呢 是有一定难度的 是有一定难度的 这个很正常啊 大家听起来感觉着难 是正常的 好 我先把这个停一下啊 我先介绍完 然后待会的话呢 我再用画图的形式 再跟大家写一遍啊